我们今天可能在仲介的过程中呢 常会遇到说有设定二胎的房子 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类型的房屋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处理 首先先谈一下 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既定的概念 就是说今天会去借二胎啊 一定是今天银行他已经借满了 他把他房子可以借的额度都借满了 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借二胎 但其实实际上更常遇到的情况是 下面这两种 第一种是持分的房子 什么叫做持分权的房子 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们的房子呢 是跟长辈从长辈那边继承取得的 比如说兄弟姐妹有五个兄弟姐妹 那我们每个人就继承各五分之一嘛 如果我把这五分之一拿去跟银行贷款 说能不能用这五分之一借我一些钱啊 答案银行是不愿意借的 他们必须要借个完整的房子的 他们不借持分权的房子 所以说即使我可能这个房子它有这样的价值 但只要我是持分权 银行就不愿意去做借贷的动作 再来第二点是在于说可能我的扣平不够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今天可能我的房子的市价有一千万 然后我也都没有去说设定抵押 它是一个很干净的房子 可是呢因为银行认定说 哇你今天你是一个已经退休65岁以上退休的 你每个月领的保险金的部分 根本不够还我每个月的本利还的金额 所以说即使你房子有这样的价值 但是因为你现在已经没有现金流的收入 所以说呢我不愿意借你钱 那像这样的解决方法呢 可能就是必须看看家里有没有有在工作的人 比如说儿子啊能不能当爸爸这边的保人 针对可能年长者 他们必须要用房屋去做借贷的情况 那实际上如果说今天 他没有办法找到家人去当他的保人的情况下呢 银行通常也不愿意借 或者他愿意借的金额会非常非常的少 OK 再让我们来提到说所谓二胎 二胎他们利息的计算方式 通常有什么方式去做计算 我们常在网路上或者在 常听到说什么叫一分利啊两分利 它这个是什么意思 跟我们一般来讲说比如说年利率多少 房贷年利率一点多趴 或者是借款利率几趴几趴 它的一分利两分利的意思呢 是指说月息 也就是说我一分利的意思呢 就是我一个月的月息呢是1% 两分利的呢就是我月息呢是2% 还原成年利率呢就是12% 然后再来下面两分利还原成年利率呢 大概就是24%我们先不考量民法对于法定利率的一个上限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实际上实物在操作上呢 大部分现在我们放贷的行情 放贷的行情大概就是一到两分利左右 一分利到两分利左右 如果你是有房子做抵押的情况下 大概我们目前民间二胎的借贷的方式就是一到两分利的利息 然后通常呢我们是只还利不还本 每个月只还利息不还本 好OK那再来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说 哇今天如果这个利息看起来非常非常高耶 二胎他们那么好赚 利息这么高 那有没有可能说 今天他就故意不让我还他钱 如果遇到说有设定二胎的房子 如果他今天就白烂不让我还他钱 有没有可能遇到这样的状况呢 答案是这样的状况基本上不太可能遇到 为什么 我们先去想想看二胎他在整个的借贷的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先看借钱的人 借钱的人就是俗称的债务人 但再来借 不好意思 借钱的人是债务人然后愿意出钱借给他的就是金主 那二胎的角色呢其实他有点像在仲介的角色 大家可能会以为说哇二胎就是民间的借贷业生 他们可能都有很多钱去做借贷 其实不是哦 大部分的二胎呢他可能背后必须要有金主 他是有点像仲介的角色去做 所以说他们的中间的手续费呢 一般我们习惯是抽6% 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借100万好了 他就会抽6万的手续费 二胎他其实主要赚是赚中间的手续费的部分 而不是赚后面的利息 利息的部分呢大概是金主才在赚利息 所以今天如果说有人要还钱呢 比如说今天借务人他愿意还钱 基本上二胎他是不太会去做拖延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较不法或有法律边缘的一种形态 那再我们来看整个的代数流程 我们一般的代数流程跟今天如果有二胎 抵押权的代数流程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而在承判这样的案件的当中呢 他的过程的重点是什么 这边可能可以特别注意的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代数的流程呢 在我们今天跟买卖双方谈好价金 当然就是请代数来做签约的动作 现在一般来说签约跟佣益大概都在同一个时间点 佣益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登记申请书呢 直接盖章送公器 报地震机关准备送公器 报税的一个动作 那在送公器呢到今天税单下来 比如说买方要缴弃税 屋主要缴土地增值税的这段时间呢 可能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呢 买方会用这段时间去找 他可能符合的贷款的银行 那今天当税单下来代数缴完税之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办房子过户了 我们这时候就会办房子过户了 很多人不懂 很多人会以为说 那房子过户跟还钱是哪一个限 我们一般的流程都是会先办过户 房子会先过户到买方名下 之后呢我们才会去帮忙 去图销原来银行的贷款的钱 OK所以说我们是先过户 然后呢才还钱 还原来所剩的抵押钱 抵押权上面的钱 最后呢才会交物的时间 OK在整个的流程当中呢 重点在于什么说要还钱 所以我们在仲介这样的一个 有二胎物件的流程当中 我们要先跟二胎确认说 他能不能接受 因为今天买方找好银行了 银行他们有一个约 银行的他们一般习惯的做法 他一定要你先把私人的抵押权去做图销 一般自然人民间借贷的抵押权去图销 他才愿意拨款下来 他才愿意把房子 我们买方要借的钱去拨款下来 所以说今天我们必须要先跟二胎沟通说 二胎你可以配合我什么时候去还钱 或者是说 你能不能够先把 我们欠的钱呢 你先去做图销 只要二胎他如果愿意先去把这个抵押权去做图销 通常代书呢他可以请旅保公司呢 先跟我们的屋主签一份说 拨款同意书 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拨款同意书 今天屋主也签了 那变得说二胎他拿钱的时间点呢 就会在交屋的时间分两个账 一个账户是屋主的脚轻的鱼儿 另外一个账户呢就是二胎的钱 他在交屋的时候拿到钱 这是最简单的做法 就二胎他同意晚一点点拿到钱 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 大部分的二胎他可能不愿意说 他希望说你要我突销抵押权没有问题啊 但是你突销抵押权的时候 我就要马上拿到钱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 有买方他的自备款或买方多余的款项呢 跟买方情商用买方的钱去带屋主去做还款的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常遇到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会在过户后呢 这个时候呢二胎跟贷书 承办的贷书呢到地震事务所 一手交钱一手交银行的支票 去突销抵押权的这个动作 但是这个动作呢就必须要有买方的钱去做支付 他可能的风险性在这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第一什么时候还钱呢 可能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 二他愿意配合 他愿意配合旅保公司等到交物再突销 先突销在拿钱的情况下呢 他就可以再交物伸到钱 第二种是最常见的情况 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们在过户完之后呢 代书会利用买方的钱 约二胎的民间业者呢 到地震事务所办理 突销顺便一手交银行支票的一个动作 那再来可能在整个过户流程中 会有一个比较要注意的事情 可能一般人不会注意的事情是 何时屋主搬家 何时屋主搬家 为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呢 虽然房子在完税之后呢 我们准备办过户 过户这时候已经是买方名下了 但是屋主还住在里面啊 原来欠钱的屋主还住在里面 而实际上常发生的状况是说 屋主他根本就没有钱去做搬家 或者是说 今天我们已经帮忙他把钱还给二胎了 这时候屋主就赖皮啊 他就拖一天试一天 他就多赚一天的利息钱 跟多赚一天的住在里面的租金的钱嘛 所以说通常我们会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今天我们要还钱给二胎的情况下呢 我们会要求说他在第二个这个的时间点呢 也就要搬家清空 这时候才比较不容易 可以delay到后续的交屋的时间 否则今天如果说我今天先帮你还钱了 只有屋主一直拖啊 找不到房子啊 找不到满意中的房子 拖最有可能拖整个的代数流程 拖到交屋的时间会一到两个月 那中间可能会衍生其他额外的一些赔偿的问题 OK好那最后我们再复习今天所讲的一个内容 第一点呢我们有提到说会借二胎钱的人呢 他不一定是银行已经借额度借到满了 反而通常是以下两种情况 持分权跟扣平的问题 当然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二胎可能常用到的术语 就是什么是一分利 什么是两分利 然后跟二胎他在整个借钱的中间的角色 其实他比较像是仲借 而不是金主的角色 当然很多二胎他同时会扮演仲借跟金主 就是我又赚你的手续费 又同时赚你的利息钱 但这样的情况比较少 再来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整个代数的过程当中呢 什么时间点去过户 跟什么时间点来还二胎的钱 这两个时间点呢 主要是看今天二胎愿意配合的程度 那第三个呢 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部分事情是 屋主有没有可能赖着不走或不搬家的一个危险性跟风险性 以上是今天所讲的内容 我希望能赖着不走或不搬家的风险性